今天要做生炒糯米饭 生炒糯米饭最主要是将糯米浸水 炒一炒材料 冬菇和腊肠 我儿子很喜欢吃虾米 所以可以加些虾米 如果见酒楼那些 他都会再加蛋皮 煎块蛋皮 然后切丝 然后沉上面或者加些花生 但我家人就一般喜欢吃花生 另外蛋皮的装饰 加不加呢? 也没什么所谓 现在烧一下锅 先炒一炒材料 其实生炒糯米饭很难做 也不是的 如果用二结锅做就很容易 如果用不手钢锅 最大问题就是 比较难去粘贴 但二结锅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 先炒香这些材料 这样慢慢火炒 这样慢慢火炒 其实可以 刚才可以不用加太多油 因为 你知道腊肠有油 我用一条腊肠 其实我平时 如果我自己吃 我的腊肠也未必用 因为不用吃太多油 炒香这些材料 炒香这些材料 我特别喜欢吃冬菇 所以看到我加很多冬菇 这些材料 我加了差不多7-8个中型冬菇 可以用来浸泡 用来浸泡 用来浸泡 炒香这些材料 还能够用来浸泡 再加多一点油 如果怕是粘质 如果不是 其实也不需要 酱油 加入鸡蛋黄酱油 加入糯米炒 鸡肉 火腿 炒 炒 火腿 炒 火腿 炒 大火炒 一路搅拌 如果隔走多些水 会更好 但之后也要再加水 这样炒 用水 一会收紧水 炒 一会 炒 一会 炒 一会 沸騰後不太黏鑊 加入酱油 加入酱油 炒完再加入酱油 像西班牙炒饭 参考它们的方法 可以做汁有少少味道 现在放进去一起烤 糯米饭会吸收味道 你喜欢的做法可以炒好最后淋湿油 我试过也没问题 把米泡好 如果米泡透很快就炒熟 现在烤一下 加多一点水分 然后烤一下 烤几分钟后再炒一下 你见到它未熟或干身 再加水分 直至你觉得米泡熟 可以试一下 软硬程度也是你喜欢的 水分又收光了 其实就已经可以了 炒一下 其实还没熟 但是开始干了 所以我加点水 炒一下 其实还没熟 但是开始干了 所以我加点水 炒一下 马蒜 炒到 它也是 最后炒到 零肉 放入冰箱 加入水后再烤 如是者重复几次 差不多可以加配料就可以了 最后饭煮后加配料 如果不够饰料再加多一点油就可以了 饭煮后收干水 加配料 如果不够饰味 再加多一点油就可以了